战争题材 战争题材其实并不少 但是这种美术非常的强烈的 发炼风格的这种题材是 在亚洲几乎都没有这种 画面呈现出来是千军万马的阵仗 几万人不和全部都是在 绿幕前拍摄完成的 挺考验演人的想象力的 从形式感上非常的新颖 兄弟 从来没有一个亚洲任何电影 是可以做成这样子的 一定会使人去听的 就一定要实现 2010年的9月28号 第一次拍摄 3D钢刀 一二 开始 由于这个电影的独特的风格 和它复杂的技术 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拍摄了五次 两千多个镜头 一千六百个特效镜头 制作人员我们超过三百个 我们有几万帧的手绘的画面 它最难的就是颜色的调配 因为后面全部是异的 你怎么把那些实景放进去之后 还有风格 最后程度上的效果非常满 钢刀有非常强烈的影像风格 这个风格是有助于我来表现战争的 我并没有全景式的来展现这场战争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我故事中的一群人 王炳生这角色真的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人物 咱们有重逢了 非常邪恶的九星沙场的魔王 但是非常重感情重义气的哥哥 要不是我救你们 跟我一望演的角色完全都不一样 但演起来很过瘾 然后 后面再来 我在钢刀这部电影当中饰演的弟弟陈铁金 是一个酒精沙场的连长 一个仙人的战士 一个斗士 有一个一心想把弟弟带离这场灾难的这么一个哥哥在里面 也有一个一心想完成任务的弟弟在里面 你以为你死 我以为你死了 他活着 在这种纠葛中 穿过战士的旅行上发生的故事 兄弟二人的一种宿命的一种结果 很感人 很难得可以有一个那么阳刚的一个电影 相信每个导演都有拍一部战争片的梦想 其实战争片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展现残酷的战争 来告诉我们的观众 和平是多么的重要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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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